作为同学 大家好 请掀开摄山岳道经 第二年 永正皇帝上日 最后的一段 倒数第三行 最后一句 第二句看起 而佛教之化贪令 又贤良 其指亦本于此 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小段 前面 说过 中国自古以来 如是道三家 坚负起 社会教育的使命 收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 每一个朝代 制正的这些帝王 没有一个不推崇 这三教的教学 帮助这个社会 达到长治 九岸 也帮助帝王 垂拱 坐至太平 那么这在历史上 很明显地 能够看到 中国如果仔细去观察 博士书 某一个时代 正值清明 顾力强盛 佛教就兴亡